探索科學新駅 體驗生活科學 今天的發信科學專題 主要帶您來看 暖化加劇 也導致了南極州的海濱面積 今年2月縮小到了190萬平方公里 是40年來以來的新低紀錄 不只環境受到威脅 還可能造成企鵝滅絕 因為海濱消融迅速 導致它們密室以及富裕的難度增加 有學者認為 全球70%的國望企鵝 恐怕會在21世紀結束前消失 而體型更大的皇帝企鵝 再過30到40年 可能數量也只剩下一半 帶您了解 圓滾滾的肚子 黑白分明的羽毛 國望企鵝站立時 就像身穿驗尾服的穩重身世 但走起路來又搖來晃去 反插茅魅力擄獲人心 但氣候暖化的威脅 讓這些可愛的身影 可能會在地球上慢慢消失 國望企鵝它們在密室的時候 是會往南極州附近的海域移動 當南極的海濱越來越小的時候 它們需要移動的距離就會越來越遠 有一些勢必就會移動 它們的繁殖地會越來越遠 可能就會導致它們來不及回去餵它們的小朋友 有國外學者認為 全球70%的國望企鵝 有可能在21世紀結束前滅亡 因為暖化增加海濱消融的速度 導致它們出外游有密食的難度增加 根據統計 南極州海濱面積今年2月縮小至190萬平方公里 是40年以來的新低紀錄 科學家預言 未來30年至40年內 位於南偉60到70度之間的南極七地 將消失不見 而比國王企鵝更高更大 企鵝世界中的巨人皇帝企鵝 更是已經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列為接近絕種危機的物種 軟化的話海濱提早溶解 就變成它們的小朋友 還沒有換成可以下水的羽毛的時候 等於說那些小朋友就直接就是冷死了 現在皇帝企鵝的數量 大概是20萬對左右 那科學家保守估計 可能30年到40年左右 可能贖金量會下降到一半 然後再過百年 或80到100年左右的話 甚至會降到80%以下 在南極州 每年冬季4到12月 皇帝企鵝會在堅持的海濱上 浮育幼鳥 海水太晚結冰或海濱太晚融化 都會嚴重破壞它們的繁殖規律 再過數十年 可能再也看不見皇帝企鵝的可愛身影 理論上在夏天的時候 南極的海濱它因為消融的會比較快 但是在最近幾年有發現 這個南極海濱的消融 其實它有在提早 比如說在南極的比較隆冬的時候 隆冬的時候可能就是 七八九月到十月 十一月之間 它這個海濱也提早的融化 發燒的地球正在奪走 企鵝的棲息地 連帶衝擊它們的食物 像是南極的零蝦 不僅數量變少 連人類也在捕撈製作保健食品 讓企鵝的秘食更困難 零蝦溫度需求可能就是 大概零到兩度左右 它們其實有一部分的食物會是零蝦 那南極零蝦其實它們需要的 海的溫度也是滿精準的 所以當你海的溫度一直不斷的變化的話 南極零蝦的數量也是不斷的下降 那的確會直接有影響到 它們的密室的狀況 地球持續暖化 南極動物發出了滅絕警訊 人類行為正讓生物多樣性 受到嚴重衝擊 再不重視這個問題 可愛的身影恐怕真有一天 會從地球上消失不見